您好,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水清独名助理 配有原著文本 可以边看边听 敬请关注 继续为您播读 《水浒传》第103回 张管颖因怯地丧身 范杰吉为表兄依脸 话说王庆在拱家村 拱端庄院内 乘着那浩日出生 清风徐来的良辰 在打卖场上留音下 点拨拱端兄弟使拳夜腿 呼得有个大汉子 秃着头不带金泽 挽个压计 穿一领雷舟细葛步短长衫 系一条单纱裙子 拖一双草粮鞋 捏着一把三脚细扑扇 仰昂着脸背插着手 摆进来 剑是个配君在那里点拨 他昨日已知道 芒东镇上有个配君 赢了使枪棒的 恐攻端兄弟学了金结 开口对王庆骂道 你是个罪人 如何在路上挨拖 在这里哄骗人家子弟 王庆只道是公事亲戚 不敢回答 原来这个人正是东村黄达 他也承早粮 遇到公家村西尽头 柳大郎处逃赌账 听得公端村里夭夭赫赫 他平日欺贯了公家弟兄 因此竟自闯江进来 公端剑是黄达 心头一把无名火 高举三千丈 按捺不住 大骂道 吕牛射出来的贼王吧 前日赖了我赌钱 今日又上门欺负人 黄达大怒骂道 到你娘的肠子 丢了蒲扇提了拳头 抢上前望公端批脸便打 王庆听他两个出言吐气 也猜着是黄达了 假意上前来劝 只一加往黄达绑上打去 黄达扑通的颠个脚烧天 挣扎不迭 被公端公正 并两个装可 一起上前按住 拳头脚尖 将黄达击背胸脖肩胰 鞋肋 膀子 脸颊 头饿 四肢 无处不着拳脚 只空得个舌尖 当下众人将黄达 踢打一个没算术 把那阁场山 杀裙子扯得粉碎 黄达口里只叫道 打得好 打得好 赤条条 赤条条的一毫丝线 也没有在身上 当有防送工人 孙林贺极再三来劝 公端等方才助手 黄达被他们打坏了 只在地上喘气 哪里挣扎得起 公端叫三四个庄客 把黄达扛到东村半路上 草地里撇下 赤日中晒了半日 黄达那边的林社庄家 出来云草 遇见了 扶他到家 卧床江西 央人写了状词 去新阁县投地报孤 不在话下 却说公端等 闹了一个早起 叫庄客搬出酒食 请王庆等吃早餐 王庆道 纳斯日后 必来报仇思闹 公端道 这贼王八 穷出鸟来 家里只有一个老婆 左右邻里 只爱他的履历 今日见那贼王把打坏了 必不肯替他出力气 若是死了 凭个庄客尝他的命 便吃官司 也说不得 若是不死 只是个互相撕打的官司 今日全赖师父报了仇 师父请喝杯酒 放心在此 一发把枪棒 叫到了余弟兄 必当捧报 公端取出两定银 各众无两 送于两个工人 求他再宽几日 孙灵贺吉得了钱 指的应允 自此一连住了十余日 把枪棒金节 进传于公端公正 因工人催促起身 又听得黄达央人到县里告准 公端取出五十两白银 送于王庆 到陕州使用 起个半夜 收拾行囊包裹 天未明时 离了本庄 公端叫兄弟带了若干银两 又来护送 鱼路无话 不择一日 来到陕州 孙灵贺吉 带了王庆到周牙 当听投下了开封府文碟 周寅看厌明白 收了王庆 押了回文 与两个工人回去 不在话下 周寅随即把王庆的帖 发本出劳城迎来 工人讨收管回话 又不必说 当下公正寻个箱时 将些银两 替王庆到管营拆拨处处 买上主下的使用了 那个管营姓张 双鸣试开 得了公正贿赂 将王庆除了行家 也不打什么杀威棒 也不来拆他做生活 发下单身房内 由他自在出入 不觉的过了两个月 时遇秋深天际 忽一日 王庆正在单身房里闲坐 只见一个军汉走来说道 管营相公换你 王庆随了军汉 来到典事厅上磕了头 管营张识开说道 你来这里许多事 不曾拆迁你做什么 我要买一张陈州来的好脚弓 那陈州是东京管下 你是东京人 必知价值真假 说吧 便向袖中摸出一个纸包 亲手递与王庆道 文银二两 你去买了来回话 王庆道 小的理会的 接了银子 来到单身房里 拆开纸包 看那银子 果是雪吃 将等次称时 反重三四分 王庆出了本营 到湖北街市上 弓箭铺中 只用得一两七钱银子 买了一张 真辰州脚弓 将回来 张管营已不再厅上了 王庆将弓 交与内宅亲随办当 送进去 喜得 落了他三钱银子 明日张识开 又唤王庆到点视厅上说道 你却干得是来 昨日买的脚弓甚好 王庆道 相公 需叫把货来 放在工箱里 不住的背方好 张识开道 这个晓得 从此张识开 日日拆王庆 买办实用供应 确实不比前日 发出现银来 给了一本账簿 叫王庆将日主买的 都登记在簿上 那行铺人家 哪个肯奢半文 王庆只得取出几财 买了送进衙门内去 张识开 闲好道歉 非打即骂 即至过了十日 将不成帝 秉之嫁淫 哪里有豪乎发出来 如是岳鱼 被张管盈 或五磅 或十磅 或二十 或三十 前前后后 总计打了三百余磅 将两腿都打烂了 把工端送的五十两银子 赔费的亲近 一日王庆到迎西 武功排放东侧首 一个修和玩散 卖银片 兼内外科 搓熟药 又卖帐窗 膏药的张医师铺里 买了几张膏药 贴聊帐窗 张医师一头 与王庆贴膏药 一头口里说道 张管盈的旧爷 庞大郎 前日也在这里取膏药 张智右手腕 他说在 盲东镇上跌坏的 咱看他手腕 像个打坏的 王庆听了这句话 盲问道 哦 小人在营中 如何从不曾见面 张医师道 他是张管盈小夫人的 同胞兄弟 当汇个原字 那庞夫人 是张管盈最得意的 那庞大郎 耗的是赌钱 又要使枪棒耍子 亏了这个姐姐 常照顾他 王庆听了这一段话 九分猜事 前日在柏树下 被俺打的那死 一定是庞原了 怪到张诗开 寻罪过百步案 王庆别了张医师 回到营中 密地与管营的一个 亲随小司 买酒买肉的请他 又把钱与他 慢慢的密问 庞原详细 那小司的说话 与前面张医师一般 更有两句背戏的话说道 那庞原 前日在芒东镇上 被你打坏了 常在管营相公面前恨你 你的毒棒 只恐 务事不能免了 正是 好胜夸强 是祸胎 千和首份 自无哉 只因一棒 成愁戏 如今加厉奉还来 当下王庆 问了小司贝戏 回到单身房里 探口气道 唉 不怕管 只怕管 前日偶尔失口 说了那丝 赢了他爸 却不知道 是管营欣赏人的兄弟 他若摆不得我要紧 之所以逃走他处 再做道理 便悄悄的到街房 买了一把截手尖刀 藏在身边 以防不测 如此又过十数日 幸得管营不来呼唤 磅窗 也觉好了些 呼一日 张管营又叫他买两匹段子 王庆有势在心 不敢怠惰 急急的到铺中买了回营 张管营正坐在电视厅上 王庆上前回话 张世开嫌那段子颜色不好 劲头又短 花样又是旧的 当下把王庆大骂道 大胆的奴才 你是个囚徒 本该拆你挑水搬石 或锁尽在大链子上 今日拆前你奔走 是十分抬举你 你这贼骨头 却是不知好歹 骂得王庆 动口无言 插竹也似 磕头求方便 张世开贺道 全且系着一顿棒 速将断匹换上好的来 嫌你今晚回话 若稍迟眼 你须仔细着那条贼性命 王庆指的脱出身上衣服 向解库中点了两罐钱 天前买换上好的段子 抱回营来 跋涉久了 已是上灯后了 只见营门闭着 当指军汉说 黑夜里 谁肯担这干系 放你进去 王庆分说道 盟管营相公遣差的 那当职军汉哪里肯听 王庆身边尚有剩下的钱 送予当职的 方才放他进去 却是又被他缠了一回 捧了两匹段子 来到内宅门外 那首内宅门的说道 管营相公和大奶奶思闹 在后面小奶奶房里去了 大奶奶却是厉害得紧 谁敢与你传话 惹是昭妃 王庆思想道 他献着金网绘画 如何有嫩般阻拒我 却不是故意要害我 明日那顿恶棒怎拖得过 这条性命 一定送在那贼王把手里 俺被他打了三百余棒 报答那一棒的仇也够了 钱又受了公正许多银两 今日只能如此翻脸百不安 好 本次播读暂到这里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您好 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水清独明助理 配有原著文本 可以边看边听 敬请关注 继续为您播读 水浒传第一百零三回 张管迎因窃地丧身 范杰吉为表兄依脸 那王庆从小恶逆 生身父母也再不来触犯他的 当下逆性意气 倒是 哼 狠小非君子 无独不丈夫 一不做 二不休 挨到更余 营中人及众囚徒都睡了 敲得 穴道内宅后边 爬过墙去 轻轻地拨了后门的栓 藏过一边 那星光之下 照见墙园内东边有个马厩 西边小小一间屋 看时乃是个坑侧 王庆多那马厩里一扇木栅 竖在二重门的墙边 从木栅爬上墙去 从墙上抽起木栅 树到里面 轻轻溜江下去 先拨了二重门栓 藏过木栅 里面又是墙园 只听的墙里边笑语喧哗 王庆学到墙边 扶着侧耳细听 认的是张氏开的声音 一个妇人声音 又是一个男子声音 却在那里喝酒闲话 王庆窃听多时 呼听得张氏开说道 舅子 纳斯明日来回话 那条姓名 只在傍下 又听得那个男子说道 我算纳斯审辩东西 也七八分了 姐夫须决议与我下手 出这口鸟气 张氏开答道 只在明后日 叫你快活罢了 那妇人道 也够了 你们没所罢休 那男子道 姐姐说的哪里话 你莫管 王庆在墙外听他们三个一地一句 说的明白 心中大怒 那一把无名夜火高举三千丈 按捺不住 恨不得有金刚般神力 推倒那粉墙 墙进去 杀了那斯门 正是 爽口物多 中作病 快心事过 必为殃 金风未动 禅先诀 无常暗诵 怎提防 当下王庆正在按捺不住 只听得张氏开高叫道 小斯 点灯 让我往后面去登东侧 王庆听了这一句 联盟撤出那把截手尖刀 江山一蹲 蹲在那株梅树后 只听得鸭的一声 那里面两扇门开了 王庆在黑地里观看 却是日烛 透底消息的那个小斯 提着行灯 后面张氏开白将出来 不知暗里有人 望着前指顾走 到了那二重门边骂道 那些奴才们 一个也不小心 如何这早晚 不将这栓儿栓了 那小斯开了门 召张氏开 方才出得二重门 王庆悄悄地挨将上来 张氏开听得后面脚步响 回转头来 只见王庆右手撤刀 左手岔开五指 抢上前来 张氏开把那心肝无丧 都提在九霄云外叫声道 有贼 书师持那时快 被王庆 早落一刀 把张氏开 其耳根连脖子砍着 扑地便倒 那小斯 虽是平日 与王庆私熟 今日见 王庆拿了明晃晃 一把刀 在那里行凶 怎地不怕 却带要走 两只脚 一次盯住了的 再要叫时 口里又似哑了的 喊不出来 端地惊得呆了 张氏开正在证命 王庆赶上 赵厚心又刺一刀 结果了性命 旁渊正在姐姐房中持酒 听得外面隐隐的声唤 点灯不叠 急跑出来看事 王庆见里面有人出来 把那提灯的小丝指一角 那小丝连身带灯 叠去 灯火也灭了 旁渊直到张氏开打小丝 他便叫道 姐夫 如何打那小丝 却带上前来劝 被王庆抢上前暗地里 望着旁渊一刀刺去 郑重邪累 旁渊杀猪也似 喊了一声 颠翻在地 王庆揪住了头发 一刀割下头来 庞氏听得外面喊声凶险 急叫丫鬟点灯 一同出来照看 王庆看见庞氏出来 也要上前来杀 你倒有嫩般怪事 说也不信 王庆那时转眼间 便见庞氏背后 有十数个亲随办当 兜指气泻 敢喊出来 王庆慌了手脚抢出外去 开了后门 翻过营中后墙 脱下血污衣服 开净截手刀 藏在身边 听得羹骨已是三梗 王庆呈那街坊人静 穴道城边 那陕州是座土城 城园不甚高 豪欠不甚深 当夜被王庆越城去了 且不说王庆越城 再说张氏开的妾庞氏 只同得两个丫鬟 点灯出来照看 员无什么办当 同他出来 他先看见了兄弟庞源 血淋淋的头在一边 体在一边 虎的庞氏与丫鬟都面面思去 正如封开八片顶阳谷 清下半桶冰雪水 半赏家说不出话 当下庞氏三个连爹带滚 战战兢兢的跑进去 声张起来 叫其里面亲随 外面当值的军牢 打着火把 执着器械 都到后面照看 只见二重门外 又杀死张管盈 那小丝跌倒在地 尚在证命 口中吐血 眼见得不能够活了 众人见后门开了 都倒是贼在后面来的 一拥到门外照看 火光下 照见两匹彩断 抛在地下 众人齐声道是王庆 连忙查点各囚徒 只有王庆不在 当下闹动了一营 及所有前后 临摄众人 在营后墙外 照着血污衣服 细细剪刃 渐渐都是王庆的 众人都商议 趁着未开城门 去报之周隐 急差人搜桌 此时已是五更时分了 周隐闻报大惊 火速拆县位 检验杀死人数 及行凶人出没去处 一面拆人 较将陕州四门紧闭 点起军兵并击捕人员 城中房乡理政 逐一排门 搜捉凶人王庆 闭门闹了两日 加之互道 逐一挨茶 并无影松 周隐压了文书 伟官下该管地方各处相保都村 排架搜桌 击捕凶手 写了王庆相冠 年甲 帽相 模样 画影图形 出一千冠信赏钱 如果有人得知王庆下落 富州告报 随文局赏 如果有人藏匿犯人在家 拾诉者 事发道官 与犯人同罪 便行临近周县 一同击捕 且说王庆当夜月出陕州城 抓扎起衣服 从城豪前处去过对岸 信中思想道 随时逃脱了性命 却往哪里去躲避好 此时是众东将近 夜落草枯 星光下看得出路径 王庆当夜转过了三四条小路 方才有条大路 急忙忙的奔走 到红日东升 约行了六七十里 却是望着南方行走 望见前有人家 愁迷去处 王庆思想身边尚有一贯钱 且到哪里买些酒食吃了 再算几头哪里去 不多时走到市里 天气尚早 酒肉店尚未开了 只有朝东一家屋檐下 挂个安歇客商的破灯笼 是那家昨晚不曾收得 门勿势半开半眼 王庆上前 压得一声推进门去 只见一个人物未梳洗 从里面走江出来 王庆看时认得 这个乃是我母仪表兄院长 范全 他从小随父亲在房州经济得利 因此就冲锁本州两院压劳节级 今春三月中到东京公干 也在我家住过几日 当下王庆叫道 哥哥别来无恙 范全也道 是像王庆兄弟 见他这般模样 脸上又刺了两行金印 正在疑虑未及回答 那边王庆见左右无人 拖地跪下道 哥哥救兄弟则客 范全慌忙扶起道 你果是王庆兄弟吗 王庆摇手道 今生 范全会议 一把挽住王庆袖子 扯他到客房中 去好范全 昨晚简令的是毒素房 范全敲忙问 兄弟何故如此模样 王庆赴耳低言地 将那吃官司 赐配陕州的事 竖了一遍 次后说 张世开报仇 忒狠毒 昨夜已是如此如此 范全听罢大惊 愁愁了一回 急急地书洗吃饭 算还了房钱饭钱 商议叫王庆 只坐军牢跟随的人 离了饭店 投奔房州来 王庆于路上 问范全为何到此 范全说道 蒙本处周隐 拆往陕州周隐处 投地书渣 昨日方讨得回书 随即离了陕州 今天晚再次歇宿 却不知兄弟正在陕州 又做出嫩般的事来 范全同了王庆 夜指小刑 潜逃到房州 才过的两日 陕州行闻 挨捕凶人王庆 范全捏了两把汗 回家与王庆说之 城中必不可安身 城外定山宝东 我有几间草房 又有二十余亩田地 是前年买下的 如今发几个庄客 在那里耕种 我兄弟到那里躲避几时 却在算计 范全到黑夜里 引王庆出城 到定山宝东 草房内藏匿 却把王庆改姓改名 叫做李德 范全思想王庆脸上筋印不稳 姓德西年到健康 闻得神医安道权的名 用后臂交接他 学得个聊金印的法 却将毒药与王庆点去了 后用好药调制 起了红疤 再将金玉细末 涂茶调制 两月有余 那疤痕也消磨了 光阴荏染 过了百余日 却是宣和元年的重春了 官府挨捕的事 已是虎头蛇尾 前颈后慢 王庆脸上没了金印 也渐渐的床僵出来 衣服鞋袜 都是饭全周集他 一日 王庆在草房内闷坐 忽听得远远的 有喧哗嘶闹的声 王庆便来问 庄客 何处嫩般热闹 庄客道 李大官不知 这里西却一里有余 乃是定山堡内段家庄 段氏兄弟 向本周接得个粉头 搭戏台 说唱猪般平调 那粉头是西京来 新大学的行院 色意双绝 转得人山人海家看 大官人 何不到那里缩一缩 王庆听了这话 哪里耐得脚注 一静来到定山堡 只因王庆走到这个所在 有分教 配军村府 接音卷 地虎民羊 独一方 毕竟王庆 到那里观看 争个有粉头 说唱也不 且听 下回分解 另外 246519 787Q群 可以为共同兴趣爱好者 欢聚畅聊 欢迎加入 欢迎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